我这是从出租屋直接被绑架出来了 现在的绑架翻都这么凶残了 他费力的侧侧头 悄默默的睁眼看了一下 他竟看到一群衣衫褛褛 灰头土面 如同行尸走肉的人 背着包裹 面无表情的往前走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穿越了 园主也叫江成雪 江成雪此时并不想细细去梳理 他只知道 他正在逃荒的路上 肚子里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还有一个傻子丈夫 缺水 缺粮 一路上看到那么多饿死渴死的人 逃荒就算了 还挺着七个月大的肚子 车子晃晃悠悠的前进 江成雪闭着眼睛 不想接受现实 水 嗓子里仿佛被人塞了一把细纱 声音发不出来 还火辣辣的疼 按照园主的记忆 他身上一点水都没有了 就在绝望之际 意念之中 居然出现一道双开的小院门 古老而温馨 他退门而入 竟看到 眼前是另外一番天地 这是一个农家院子 院子中间有个小小的木屋 屋前长着一个古老大树 树下放置着一个万人高的大水缸 江成雪眼中只有那湿淋淋的大水缸 眼中冒着光 跟头绊子飞奔过去 他一头扎进水缸 喝了个痛快 小腹一阵莫名的脚痛 哎呀 坏了 忘记自己现在穿着七个月的骰子呢 哎呀 这积热积冷的操作 我会对胎儿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吧 哎呀 小宝宝 你坚强一点 咱们不要这个时候出问题 好不好 好歹 孩子可能听懂了他的话 小腹慢慢的就不痛了 这七个月的肚子 就这么一点点吗 感觉跟我上辈子吃火锅吃多了一般的而已呀 随即他又走向那小木屋 木屋很小 里面空空荡荡的 连个椅子凳子都没有 但是木屋里却出奇的干净 西北角还有个鸡棚 里面的母鸡咯咯咯的叫得欢快 江崇雪的肚子也咕咕咕叫得欢快 啊 下蛋了吗 他冲出门去 直往后院跑 跑着跑着 想起自己现在是个孕妇呢 哎哟 男朋友都没谈过 这下好了 不仅送老公 还送孩子呢 真的一点都不想要了 但是没办法呀 捂着肚子就往鸡窝钻去 三只漂亮母鸡被他吓了一跳 扑了扑地扇着翅膀跑开了 江崇雪如愿以偿地 在那暖暖的鸡窝里 摸出了两枚滚烫的鸡蛋 有鸡蛋吃了 江崇雪兴高采烈回了木屋 但是一回木屋他就蔫了 别说灶了 就是一个碗都找不到 没有灶没有锅 连柴火都不见一根 靠着墙壁坐下 从五枚鸡蛋里找出带着体温的两枚 这是材下的 属于无菌鸡蛋 可以直接吃 跟自己做了一番心理建设 就准备生吃鸡蛋了 却在这个时候 他的整个身体居然飞了起来 一念一转 他猛地睁开眼睛 就见自己迎着大地飞过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高大的身影扑向自己 往怀里一捞就地滚了两圈 就听一声巨响 江城雪迎声望去 刚才他掉落的地方 翻着一辆本车 娘子 宝宝 这就是他那傻子相公了 叫周泽勋 虽然傻 却知道保护老婆孩子 很难得了 傻子你个蠢货 你怎么拉的车 这粮食散了 你一家三条米都不够赔的 知道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石头 你瞎呀 这么大块石头你不知道绕着走 再这样你们吃个屁 后面 园主看没凉没水啊 这样下去不行 便请求一伙人收留他们夫妻 傻老公虽然傻 但是力大无穷 可以帮着他们拉东西 傻子老公也真的肯吃苦 多重的把车 拉上去走 坑都不坑一声 这伙人看中这男人的力气 便将两人留了下来 江城雪知道 这一伙人看中自己老公的力气 却同时嫌弃自己这张吃饭的嘴和不干活的身子 他们是真的巴不得自己死掉呢 因为粮食车翻了 大家都坐下来歇息 周泽勋满头大汗的将板车上的绳索解下来 先将货物卸下 然后翻起板车 再将货物一一搬上去 捆绑好 江城雪看着那忙活不停的傻子 眼睛忽然就湿了 他就是心疼 这日子虽然叫人绝望 但江城雪真的想活下去 心中一动 这才发觉手心里还攥着个东西 低头一看 嘿 竟是鸡蛋 那空间里的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 啥子 喝口水 周泽勋的眼睛亮了 娘子 喝水 我不喝 你给我相公多喝一口吧 算你还有点良心 一整天躺是一样躺在车上 有什么资格渴的 我三岁的孙子都下地赶路了 你娘子的水一起给你 张嘴 娘子 喝水 相公 我不渴 你喝 我就是饿 不喝水 要吃的 要水没粮 要粮没水 你们选 要吃的 那就要吃的吧 行吧 你拿人迟早被你耗死 娘子 我就吃一点 现在不吃 留着饿的受不了的时候再吃 人家起来往前走 再歇下去到晚上都别想起来了 都加快脚程 今天多走一点 明天到了山脚下 我们就多歇一阵子 娘子 上车 江承雪一声叹息 把车又慢悠悠的开始前进 他眼睛一闭 意念再次进入那个神秘的空间 进入空间以后 江承雪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两个干硬的窝窝头 丢进屋外树下的大水缸 转身进屋 就看到地板上的四个鸡蛋还在 两个窝窝头进了水 开始慢慢下沉 他赶紧捞起来 他不敢多泡 他泡没了 睁开眼睛 起身喊住拉车的周泽勋 娘子 我想了 你还是把窝窝头吃了吧 恶狠了不行 怕旁人看出什么来 就直接说 来 你张嘴 我喂你 吃 不说话 不说 拉车去吧 周泽勋 跟被喂了糖的小孩似的 使劲点头 转身就去拉车 慢点慢点 颠得很 这傻子 有了力气也不知道省点用 一直颠簸到了晚上 这异性人才停下来驻扎 睁开嘴 睁起头 嘴巴张大 他不知道那是啥 但是滑滑的 水水的 甜甜的 嘘 不说 我知道 娘子 宝宝一家人 娘子 多福知道 多福是周泽勋的小名 上半夜 傻子你盯着 下半夜换别人 听到没有 你去里面睡吧 我就在这里 陪着我相公 随便你 此时 江成学想躺一下 别说身下垫的了 连个当枕头的都没有 江成学 暗暗叹口气 开始顺顺目前的状况 事情就是这样子 不复杂 但也足以叫人头疼 不过 自己现在 好歹也是有空间的人了 空间是有的 但是 要如何使用呢 江成学 看着满天的星星 有些困惑 江成学也没有想到 自己半睡半醒了一天 晚上还能随地一躺 就睡着了 正稀里糊涂地 做着梦呢 就被人给晃醒了 起来起来 真是的 我家养的猪 也不这么睡的 傻子 你也赶紧起来装车 醒醒 饿得要死 动都不想动 这时候 这时候也才天色擦亮 负责煮饭的妇人 已经煮好了粥 分了江成学 夫妻两个大半碗 勉强喝了两口米汤 又把窝窝头 从里面捞出来 这么一粥 他受不了 喝不下去 周泽勋 见他把碗放在地上 娘子 粥 你喝吧 我不喝了 这女人就是做呀 这做给谁看呢 以为你是妇家的小姐太太呀 匆忙吃过早饭以后 众人就启程了 这个时候还凉快 江成学就没有往车上爬 走走 运动一下 给傻子丈夫捡捡负担 一边走 他一边捡起路上的干树枝 放在车上 能捡多少是多少 抽个时间放入空间里去 走了一个时辰的样子 江成学实在是走不动了 两条腿都麻木了 那个 相公 我走不动了 周泽勋停下车 帮助他往车上爬去 然后帮他绑好绳子 今天的日头依然毒辣 江成学心中不忍 但只能忍着内疚躺下来 闭上眼睛 先把捡的柴火放进空间 凑到水缸 美美地喝了一些清水 一喝完水 更加饿都胃疼了 真的特别想吃东西 想到鸡蛋 江成学决定 现在这一会儿 里路上的树皮都被扒着吃光了 我还在这里嚼向鸡蛋行不行 想到此 他抹了一把脸就往后院走 这次没有听到母鸡咯咯叫 不过过去一摸还是摸到了好几枚鸡蛋 拿回小木屋 一咬牙 磕破一个鸡蛋倒进嘴里 剩下一个新鲜的留给周泽勋 现在就是怎么让周泽勋喝到水 吃到鸡蛋了 到处都是眼睛 烦 起身推开了窗户 猛然愣住 昨天还绿油油的后院 今天居然都黄了 怎么感觉就到了秋天了 对了 一共就三只母鸡 昨天才把鸡窝摸干净 今天 他转头数数地上的鸡蛋 一共有八枚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这空间 他果然还是一无所知啊 后院这一大片的植物下面 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着 就兴冲冲地来到后院 一点点扒了开那些杂草 如果能找几个红薯 就最好不过了 只是他高涨的热情 最终还是在扒了完整个院子以后 跌入了谷底 没有 没有看到红薯 哎 耽误了这么久 他心里有点着急 江承雪睁开眼睛 抬起身子 喊傻相公 相公 相公你停一下 娘子 停好车 他就折身过来 扶娘子下车 我休息好了 我先来走会儿 大家麻木地往前走 只希望早点到达目的地 江承雪拉了拉周泽勋的衣袖 走吧 这傻丈夫 今天不大对劲 相公 你是不是渴了 渴 他看了看 队伍前面那个头领 江承雪快步走上去 陈大哥 你这里有没有不用的装水的水囊 水桶子 我想跟你讨一个 竹桶子最好 竹桶子多的是 你要了干嘛 藏粮食吗 不不不 陈大哥 我就是想有个竹桶子备着 早上的米汤 可以留着点 路上喝 喝个屁 嗖都嗖了 给他个空桶子 多了也占地方 我要是抓住你藏粮食 我打不死你 不会不会 大哥 再给一口水吧 我给我相公 他渴得受不了了 揍一口就行了 傻子不行了 周泽勋趴在地上不动他了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你家傻子呀 得了怪病救不了了 陈头领看了江承雪一眼 他大手一挥 喊来两个人 把傻子拖到路边 走吧 大家继续走 别停下 江承雪脑子猛了一下 他猜测 傻子老公是中暑了 哎 这是我们的车 还给我们 行了 还给他们 一辆破车 拉着还费事 江承雪费了好大劲 把人挪了挪 放在了车子阴影下 江承雪累得大喘气 眼睛一闭 推开意念中的院门 跑进去 灌满水赶紧出来 他掰开周泽勋的嘴 喂了一些水进去 然后将剩下的水 浇在他的额头 胸口 四肢 哎呀大哥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你是我的靠山啊 你死了我咋办 你就算不管我 也得管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 坚强点 赶紧醒过来吧 哎呀 这样不行啊 太热了 这样下去 这傻子 他看着竹筒子一震 竹筒子能进去 人是不是也可以啊 一把抓住周泽勋 眼睛一闭 就看到面前的门 空间里是秋天 天气已经不太热 又有树有水 凉爽惬意 他伸手摸了摸周泽勋的面颊 感觉之前的灶热 好像下去了 他心中一喜 闭上眼睛 进入空间 一进门就发现 地上的周泽勋不见了 哎 咋回事啊 自己刚才出去的时候 给带出去了 正想着呢 周泽勋就从木屋出来了 手舞足蹈地冲过来 娘子 鸡蛋 好多鸡蛋 两人进了屋 鸡蛋 好多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娘子 我们吃鸡蛋 嗯 哎 你去后院进窝看看 是不是母鸡下蛋了 周泽勋很高兴 爬起来就往后院跑 看他动作这么俐落 江承雪的心彻底放下了 自己离开空间 才几秒钟的时间 周泽勋就活蹦乱跳了 这空间里面和外面 果然有时差的吧 还没坐下一分钟呢 周泽勋手里 就捧着几个蛋 跑了回来 娘子 又有好多个蛋 江承雪心情放松 摸出刚下的鸡蛋 递给周泽勋 吃吧 生的 嗯 直接这样 敲到嘴巴里 会不会 周泽勋点头 江承雪心情愉快地 看着傻子 把蛋液往嘴巴里面抹 靠山回来了 他心里也踏实了 他摸着肚子 这小家伙一动也不动 叫人担心 记忆里 远主的运气反应严重 但是自己穿过来之后 还一次都没有运吐过呢 天哪 千万不要死在肚子里了呀 那个 你过来一下 娘子 你听听我的肚子 看 还有没有心跳 听到心跳没有 再跳 轻轻跳 还活着就好 闭眼睛 一睁眼就是大热天 热得叫人心骄啊 哎 刚才的木屋哪去了 现在好点没有 还难受吗 不难受 那行 我们快走吧 到景州去 等你爹你娘他们 周家夫妻 对这个傻长子疼爱有加 现在都走失四天了 估计也着急上火的不行 自己这边就两个人 主动去找他们 不实际 只能先到景州去等他们了 周则勋会议 迈开大步 将车子推得飞快 两人虽然在路上耽误了好长一阵子 但是周则勋人高腿长 一只小独车车只拉自己娘子一人 居然没多久就赶上了前面的陈家族人 江承雪赶紧问周则勋要过竹筒子 不准给他们说 知道吗 不说 你们看哪 傻子没死啊 有人看到了傻子 惊讶地喊 陈家队伍不由自主停下来 这傻子多好呀 长得又高又壮 一个人当两个男人用呢 这三天用他都用习惯了 突然缺了他 大家都觉得挺累的 阿福那傻子又回来了 咱们把他留下继续拉车吧 省口力气 满贡就这些人了 再累死一个的话 就是 之前那骡子都累死了 让人拉 迟早也得累死 就让这傻子拉吧 都给他一口水喝 一口饭吃 说句老实话 他们两口子吃多少 也没有一头骡子实量大呀 骡子那还挤两银子呢 他是免费的 挤口吃的 花不到挤两银子 傻子 你好了 陈大哥 我相供好了 好半天才醒过来呢 醒了就好 渴了吧 你们两口子喝点水 咱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只要跟着我们 这一路有我吃的一口粮 就有你们吃的一口粮 周泽轩没有去接递过来的水囊 大哥 我们想走快点 去追我们爹娘去了 这粮食啊 就不帮你们拉了 这水 你能不能给我们少到一点 还有粮食也给我们一点 以后遇到了 我们一定双倍还给你们 陈头领伸出的手 收了回来 本来客气的语调 变得冷漠 甚至带着敌意 你们不跟我们走 我们也想啊 但是刚刚一想 我这身子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伤了 还是早些找到爹娘比较放心 你们也看到了 刚才我笑过 差点就 趁着他现在缓过来 我们两人赶赶路 说不准的 还可以追到爹娘 你们自己想好 这路上危险到处都是 你们走不出一天 肯定要出事 这水和粮 我们自己都缺的不行 怎么给你们 要留下就留下 要走 我也不拦 大哥你好心给我们一点水呗 对 跟一口也行啊 不行 就你们一条命 说不准就是害我们自己人一条命 除非你们留下 否则这水和粮一口也没有你们的 江成雪捂着脸哭哭唧唧 抬手招呼一脸茫然的周泽勋 往前走 陈嘉仁一脸遗憾的看着远去的人影 可惜了 免费的牲口没有了 探着跟陈嘉仁拉开了一节距离了 江成雪不哭了 催着周泽勋走快点 他妈了个巴子跟个兔子似的 一会儿就跑远了 阿佛 你咋没把人留下呀 这体力再拉两天车 绝对勒不死 人家不想留咋留 哪根绳子套住呀 大伙脚下快点 别磨蹭 那个你推慢点 周泽勋点头 那个 我以后叫你阿勋 好不好 周泽勋不明白为啥 以前不是叫相公的吗 阿勋 你前面做梦梦大的院子 不能告诉别人 知道吗 你要是告诉别人啊 以后不给你好吃的 周泽勋果然点头 保证不说 太阳西下的时候 他们竟远远看到了 前面有一支队伍 阿勋 早 陪我到前面去看看 等会儿 你就不要说话 嗯 王家村的人 早就看到远远的 跟着自己队伍的两个人 这个时候 见那一男一女走过来 村长从地上站了起来 身边两个村民 也跟着站起来 你们找谁呀 王村长问 说 我们也是逃荒的 是墨州州家店的 跟族人走散了 身边没有锅子 煮不了饭 想过来借个锅 您看行不行啊 我们自己的锅子也不多 正在用着 用完估计还要过一阵子 要是不介意 你们的东西拿过来 顺便帮你们煮上就是了 哎 谢谢叔 啊 这是我的相公 周泽勋 我姓江 呃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 叫我王村长就行 你们拿东西过来 直接到那边煮饭的地方 跟他们说就行 江程学喜出望外 谢了王村长 就快不往锅边走去 终于呀 终于可以吃上煮熟的鸡蛋了 沈子 我们是跟族人走散的 跟你们借个锅 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忙煮几个鸡蛋 我跟相公好吃 做饭的三个女人听到鸡蛋 都赶紧凑过来瞧 像是没有看过一样 哎呦 真是鸡蛋啊 哎呀 这鸡蛋 你这鸡蛋卖我一个行不 我儿子太小了才满岁 营养跟不上 我给你用这菜饼子换行不行 那多换两个吧 几个孩子都可以分上一口 煮饭的妇人很高兴 留了他们聊天 真是难为你了 也是没办法 据说后面逃荒的指挥 更多不会少 我们先出来的算是好的了 越晚走越惨呢 是啊 你多江西自己这身子 这孩子又能保住了 以后肯定是个有福的 吃完饭就是睡觉 江城学又去找了村长媳妇 沈子 你们有没有大米 或是白面的种子 能不能给我一点 你说稻米和麦子呀 稻米有麦子可没有 姑娘 你是想要点粮食是吧 实话跟你说 我们这粮食也不太多 我怕是没法给你 另外 这个骨子没有脱壳 你也没法吃啊 不吃 那个 我们那儿有个习俗 口袋里装一把种子保平安 你看 我跟我相公救两人 这心里怕呢 好好 村长媳妇明白了 想了想 好像有些地方的人 是有这习俗 起身就去摸了一大把 稻米回来 你们小梁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如挨我们近点 也好有个照应 江城学谢过沈子 藏好要来的种子 将独轮车上的草垫子 往地上一扑 现在凉快了 正好睡觉 阿许 睡吧 周泽勋便在草垫子旁边躺下 又拍了拍草垫子 示意他也躺下 关键是吧 这人也不知道啥毛病 睡着了 都要到处摸着人 往怀里面捞 哎呀 又死了 我又不是他老婆 肯定不能叫他随便搂的 这不是什么清高不清高 哎呀 谁愿意随便往陌生男人 怀里钻 翻个身 耳边听到狼嚎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他并不是很害怕 再说了 这么多人呢 不过眼睛一眨之间 好像看到百米之外 有一群玩意儿 一拱一拱的往这边移动 将成雪下的魂飞魄散 狼群 送尸 伸手想推醒周泽勋 又想着他是个傻子 不好沟通 便翻身爬向几米外 打磕睡的值班大哥 大哥 大哥 醒醒 快醒醒啊 大哥 是我 你快看 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过来了 王家大哥放松一口气 眯眼看向那边 心里一紧 大喝一声 大家快起来 有人来了 周泽勋也醒了 坐起来 双手往四周一摸 立马慌张起来 娘子 娘子 宝宝 啊 这里这里 请客间 火把亮了起来 王村长站在队伍最前面喊话 前面倒是什么人 再不要过来了 打坏你们 大家都不好过 那边不听 慢慢的走近 江城学眼镜一闭 就进了空间 他得给两手空空的周泽勋 找个工具 阿絮 棒子 阿絮 那些是坏人 他们过来就打 都说废话 给一百两银子和一百斤粮食 咱们兄弟就不为难你们 否则就弄死你们老婆孩子 你们自己看着办 放娘的狗屁 你们敢过来试试 打不死你们 快滚 这没你们的份 我们人多 一人一棒打死你们 江城学一手捂肚子 一手捏着棒子 眼睛盯着周泽勋 周泽勋的力气不是盖的 一棒子一个 不过 他跟王家人相互不认识 一通瞎打 江城学急得不行 扯着嗓子喊 大家别打高个子 他是咱们自己人 阿絮 打拿刀的 王村长也喊 先把两个拿刀的打死再说 到底还是秦贼先秦王 周泽勋一棒子就把贼王大刀给打飞了 紧跟着的一棒子 把贼王打趴在地 你们这些土匪 你们头领都打死了 你们还要继续打吗 王家的后生们 打死这帮贼孙 话音落 周泽勋已经把第二个拿刀的给打趴下了 然后挥着双棍 谁靠近自己就打谁 对面叫喊一声 跑了 跑了 贼人跑了 你没事吧 受伤没有啊 有点疼 疼 哪里疼啊 村长大喊着 有没有人受伤 受伤的都过去集中 江城学把周泽勋 拉到火光之下 才发现他半边身子都被血染红了 赶紧赶紧 躺下 叫我们大夫给你看看 一个干瘦的老头背着贝勒过来 众人七手八脚的让周泽勋躺下 可不要太难过 你这还怀着身孕呢 孩子可万万不能出事 没事没事 我没事 大夫 大夫 我像过他怎么样了呀 严重吗 砍伤了胳膊 伤口也不深 不过 不过什么 要是平时这伤口 也没什么药菌的 上点药 静养几天就好了 但是现在嘛 老头说了一半的话就不说了 黄村长看着这脸上带着泪痕的小媳妇 你放心 你当家受伤 对我们也有关系 明天我们早点起床 争取 早点到锦州 到那里给他凑钱看大夫 折腾了半夜 村长把周泽勋 安排在自家的褥子上睡下 娘子 快睡吧 怎么醒了呀 娘子 胳膊疼 娘子 我跟你说悄悄话 娘子 我今天听话了 明天还给我吃鸡蛋好不好 以后啊 每天都给你吃鸡蛋 直到你吃腻为止 好不好 只要你能活下去 吃多少鸡蛋也没有问题啊 唉 这傻子要是个正常人 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吧 江承雪想了很多 最后才迷迷糊糊的睡过去 做了一个杂乱的梦 大家都已经起床 准备着开始今天的行程 江承雪猛的坐起 把旁边一个妇人吓了一跳 急忙喊他慢点 哎呀 肚子里怀着孩子呢 举止都要轻微一些啊 可不要懂得太气 江承雪一边谢谢妇人的提醒 一边将手指头 探到旁边的周泽勋的鼻尖 周泽勋没事 呼吸强壮有力 江承雪总算放心 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 王叔 你哪来的这一抱 这个能吃吗 能叫我摸一下吗 是不是凉凉的呀 能炒菜吗 能想吃吗 爷爷 你给我一片叶子尝尝呗 走开走开 都走开 王大夫 你这些哪里来的 这这这 我要说天上掉下来的 你敢信 你们说这是天上掉下来 赏我们的 你们不信 这里面大多都是草药 看这个 这是人参叶子 肯定没错 大夫 这些草药可以用在我相公身上吗 能治好它吗 大夫看他一眼 转向村长 王金贵 把这年轻人的绷带拆了 我给他上些药 周泽勋疼得直抽气 但是也没有大声喊叫 要清洗一下吗 还清洗呢 有那个水 还不如每天多喝两口 更有用 周泽勋忍不住哼哼两句 大夫 您 您轻点 这点痛都忍不住了 以后说不定 还要割肉呢 王大夫 你吓唬人家一个小姑娘做什么 咋吓唬她了 指不定到锦州找到正规大夫的时候 她这个胳膊都烂掉了 到时候可不是要割肉吗 那烂掉的肉得一刀刀割下来 那才是真疼啊 能把人疼昏过去 又疼醒过来 哎呀 我说老大夫呀 你可少说两句 没看到人家怀着身子吗 大夫 应该有麻药的对吧 你说麻费散呢 有啊 你有钱就有得用 没钱就忍着 反正又疼不死人 这老头是个坏嘴巴 无疑了 有麻药就好 钱的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 你们也是运气好 天上就掉下这一大批药草团 正好有止血止痛消炎的 大夫啊 你刚才给上的是什么草药 哎呀草 说了你们也不懂 别问了 反正你相公运气好就是了 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儿 是周泽勋他爹给他下的命令 自己的一条胳膊都动不了了 还想着要给媳妇拉车呢 王村长就没见过这么轴的男人 妹妹你不要担心 咱们村的王大夫都说 你们夫妻是有福相的 你们肚子里的孩子能坚持到现在 也是有福的 一定会好好活下来的 听说马上就要到锦州了 到时候我们就在那里歇一两天 好好喝个水吃个饭 然后再去云州 哎你们两人到时候怎么打算呢 你这身子七个月了 按理说不该继续走了 我想了我们到了锦州 就先不走了 我爹娘他们肯定在找我们呢 我们呀就在锦州等他们 先把相公的伤治好 其他的走一步是一步吧 正午拍摇最毒辣的时候 村长叫大家伙停下来休息 周家媳妇 你们还有水吧 嗯我们还有水 感谢王叔操心了 好朋友了给我说一声 估计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就能到锦州了 再唱一唱 江承雪故意和村里人拉开了距离 江承雪这会儿才闭上眼睛 有空进入空间 一推开那扇陌生又熟悉的大门 眼前的景象叫他尖叫都发不出声 眼前竟是白雪茫茫的一片 雪 前天是夏天 昨天是秋天 今天是冬天 外面一天 相当于空间里面一个季度吗 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是个什么心情 该高兴还是该忧愁 因为还没有想好怎么利用这空间 没想到外面寒风刺骨 木屋里面的温度却十分疑人 外面是一年四季 这房间里却好像是一动不动的 时间在这里静止了 搓着手看看地上的鸡蛋 今天先用这五个鸡蛋对付吧 留到晚上拿去煮了 留两个给村长家 自己和周泽勋各吃一个 留一个到明天吃也差不多 明天就是春天了 母鸡应该又可以下蛋了 门好之后 又拎着竹筒去院中树下的大钢鞭 装满水他就出了空间 一一出空间 就感觉自己被一只大熊抱着 周泽勋你 周泽勋听到声音便放了手 娘子凉凉 舒服 放屁 凉凉是啥意思你懂不懂啊 娘子摸摸凉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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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自己进了空间 影响到自己的体温 把竹筒塞给了周泽勋 喝吧 都喝完 我等一下呀 送你个东西 娘子先喝 我喝过了 江承雪压低声音 眼睛瞟过周泽勋的肩膀 看看那些麻木的难民 嘘 这一小一点 不能叫别人知道吗 懂的 喝吧 乖 自己眼睛一闭 便又进了空间 蹲在地上 捏了个自己拳头大小的雪球 再出来 周泽勋还在仰头喝水 好了好了 不能喝了 留点 不可以告诉别人 知道吗 周泽勋乖乖点头 江承雪将血团塞进他的手里 周泽勋惊喜万分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他以前都在偏南方长大 就算下雪也只见过几片 但是他并不关心这是什么 只觉得凉爽无比 连心里都舒服了 多福不爽 找到水了 一声洪亮的高声叫喊 从前方传来 所有人不要着急 现在都打起精神往前走 水就在前头 江承雪顺着打水人的方向看去 那边发现一户农家 没人住了 院子里打了一口深井 井里有水 王大牛一边说一边高兴的 用一百擦汗 只是大家也没有高兴太久 打水的同族回来 说井里差不多打干了 后面装起来一半泥一半水 沉淀了 那水才能用 远胜于无把 坚持到井舟是没有问题的 中午休息之后 江承雪就多走了一些路 这一路 他又小心翼翼地观察周泽勋的状况 早上他精神还算不错 到了下午 就像是病猫一样 背脊都弯了 坏嘴的老大夫也过来查看了一下他的伤情 说是在发烧 然后也没个办法 除了无奈 就是无力 江承雪故意以自己身子重为借口 拉着周泽勋走在队伍的最末尾 水给他管购 还偷偷捏雪球给他降温 一般队伍要一直走到天黑 再扎营过夜 今天却是提早了 因为村里的老太爷病倒了 江承雪抬头 剑王村长穿过人群 向这边快步而来 周家媳妇 王叔 您找我有事吗 我听我老伴说 你这里还有两个鸡蛋呢 能不能云出来一个给我 是这样 老太爷他快不行了 这一路受了这么多罪 我想着他走之前吃得好一点 这老太爷是村里最长寿的人 今年都78了 在村里的时候 被尊称为老兽性 江承雪被村长的情绪一感染 鼻子也酸了起来 他还没说话呢 又从人群冲出来三个男人 啥话不说 直接跪下来就磕头 周家小娘子 你行行好 给咱们一个鸡蛋 让咱爷吃得好上路吧 咱们不留他老人家了 不让他受苦了 四十来岁的人了 给个小娘子下跪磕头 这不合礼数啊 起来 起来吧 周家小娘子行善 人家有的话 一定会给你们一个的 快起来 各位叔叔伯伯 这是我剩下的所有鸡蛋了 你们拿三个去 剩下两个 我想留给我相公 一个一个 我们就要一个就好了 最后在江承雪的再三坚持下 他们才拿了三个赶回人群去 周家媳妇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村长感谢完 也匆忙跟着三个人赶过去 想吃鸡蛋没有啊 想 晚上煮了给你吃 你一个 我一个 只有两个 明天就有了 给你吃鲜蛋 今天就两个 够了 我们正好一人一个 宝宝没有 我不吃 给宝宝 我吃了 你儿子就吃了呀 你不要为他担心 爹说了 宝宝在你肚子里 他要吃饭 傻子 我吃了 你儿子就吃了呀 他在我肚子里吗 你要吃两个 你一个 宝宝一个 傻子虽然有些失望 却也很坚定 小半个时辰之后 神曲里面传出悲痛欲绝的哭丧声 好了 都不哭了 老太爷去享福了 大家应该高兴 好一会儿之后 哭声终于停歇 江成雪站得远远的看着 阿雪 你想什么呢 想爹娘 想春芽 想阿通 还想梅子 这傻子当然应该想这些人了 在家里 他这个傻大个儿 不仅被爹娘宠 连弟弟妹妹也都哄着他 至于梅子 那是邻居家的女子 跟周泽勋可以算是青梅竹马吧 晚上生火煮饭 江成雪去找了村长媳妇 拜托他帮忙将两个鸡蛋煮熟 才一摸出鸡蛋 就引来了三个小萝卜丁 蛋的 小虎要吃蛋的 爬到锅边 就要去抢奶奶手上的鸡蛋 张摄红着脸冲过来 一把将儿子抱起 连声道歉 丑小妹子你别心笑 我这就把这小子抱走 其他两个孩子也不大 五六岁的样子 奶 我不要吃 我就站着看看 闻闻味道行不行 嗯 我也是 奶 我就看 我都不过去 江成雪不敢看他们 害怕看他们一眼 就忍不住 把手里的两个鸡蛋 塞给他们 他只能逼着自己 把心肠变得跟钢铁一样坚硬 娶了主熟的鸡蛋 江成雪 陶冶式的离开人群 周则勋依然在发烧 这鸡蛋啊 你吃半个 你儿子吃半个 剩下的那个呢 归我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儿子还小 吃半个就饱了 吃多了 你想撑死他呀 跟小孩一样 吸了吸口水 来 张嘴 周家小娘子 老太爷家的人 手里捧着一个碗走过来 我是老太爷的长孙 今天多亏你 给我一个鸡蛋 我爷爷他吃了一口蛋走的 也算安心了 我们也没什么 好东西报答的 这有三个饼子 你跟周兄弟 将就着吃 这还有个鸡蛋 煮好了 我拿回来给你们 本来我们就想要一个的 实在是家里孩子太造孽 所以 周家兄弟 还有小娘子 这个恩情 以后再报答你们吧 王大爷刚走 村长也端着碗过来 周家两口子 这两个饼子 村长看到 江成雪的手里 有了三个饼子 一下子也不知道 这饼子是拿回去 还是留下来 说 这饼子我留一个 我拿鸡蛋给你换 这 这 一个鸡蛋换一个饼子 你可太亏了 没事的 大叔 要不是大牛哥今天辛苦 我还不知道怎么走呢 村长想想也是 便把饼子和鸡蛋 端了回去 今天走路多 想到晚上可以躺着休息 竟还生出幸福感来 晚饭后 听着身边周则勋均匀的呼吸 江成雪觉得安心 江成雪实在太困太累 直接就睡了过去 周则勋第二天越走越慢 江成雪自己不坐车的时候 就贴着周则勋走 外人看着是两口子感情好 老婆心疼丈夫 其实江成雪是偷偷往他手里面塞雪球呢 周则勋身上发烧 对着雪球喜欢得很 中午休息 江成雪觉得自己的腿脚都不是自己的了 娘子 嗯 在呢 娘子我想去那个屋子 阿勋啊 娘子你让我去嘛 我乖 嗯那你答应我 这是我跟你之间的秘密 谁都不能说 答应不说 那你闭上眼睛 周则勋立马闭上眼睛 眼前出现了越来越熟悉的双扇木门 周则勋欢呼一声 挣脱江成雪的手 想往前冲去 却一下子就不见了 江成雪吓了一跳 赶紧睁开眼睛 发现旁边的周则勋也眨巴着眼睛盯着他 娘子我们再去 这次我乖 周则勋可怜巴巴的求道 两人又闭上眼睛 这一次周则勋真的乖了 去吧 去看看 这下蛋没有 喝 周则勋发现 两人此时已经松开手了 便欢呼着冲向后院 江成雪到水缸边 用竹筒摇水 一边喝着 一边望着栅栏门外的空地 想到怀里面还揣着要来的稻米 春天了 也该种下去了 娘子娘子 好多蛋 周则勋从后院捡了蛋 都在衣服里 腰功一样的跑来 拿给江成雪看 拿去屋里放着吧 我教你的知道吧 热乎的可以直接吃 去吃吧 周则勋又欢呼一声 拎着衣兜回了木屋 江成雪则从怀里面掏出一把稻米 随意撒在土地里 回到院子 先去后院看了看 看到院角几株小树苗一样的灌木 都郁郁葱葱 一眼就看到 那映入脑海的叶片 人参 没错 这叶片的形状就是坏嘴老头 说的人参的叶 反正这人参长在这里也丢不了 现在挖出来也没地方卖 反而耽误年份 长着吧 江成雪拿了竹筒进屋 屋里还是老样子 娘子 热的 凉的 周则勋给江成雪介绍 屋里没有蛋壳 他还没吃 就等着娘子来了一起 一人一个 吃吧 宝宝 我前面进来给宝宝吃了 快吃吧 吃了赶紧睡一觉 周则勋这才兴高采烈的吃鸡蛋 还把蛋壳舔的全都是口水 哎呀好了好了 以后多的是鸡蛋吃 不要舔了 生病 好了 睡觉 大家闭上眼睛 周则勋看娘子表情严肃 不敢反抗 急忙躺下 闭上眼睛 在空间睡个一两个小时 外部世界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 他想闭目养神一会儿就醒来 却高估了自己的经历 闭上眼睛 想着事情就进入了梦乡 突然惊醒 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 一念一转就出了空间 扭头看了一圈就放心了 队伍都还懒散地坐在树下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再回到空间 听到周则勋正焦急地喊娘子 诶 我在这儿呢 周则勋从后院跑来 看到他紧张的表情就松懈下来 认真参观了自己的空间以后 江承雪拉着周则勋出了空间 周则勋撅着嘴巴 微微曲曲地耍杏子 到了晚上 村长说了 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锦州地界 明天就能到锦州城 到了城里就可以补给粮食水 大家就好过了 心中长须短叹了一下 江承雪起身去小姐 娘子 你待着 我去小姐 天黑 我守着 稍加犹豫 还是同意了 让周则勋背过身子 又走出了几米 这才蹲下来解决 江承雪提起裤子 想着晚上一定进空间 把泻裤洗了 偷偷地晾干 明早趁所有人起来前穿上 正想着 就看到五六米外 猛地站起来一个人 把江承雪吓得一屁股 坐在地上 肚子传来一阵脚痛 那个人影也是来上厕所的 起身便走了 哎哟 这一屁股太狠了吧 这孩子该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宝儿 你坚强啊 你好好的 你 你 你不可以出事啊 好一会儿 肚子的疼痛终于缓解 只是感觉下体有液体流出 阿絮 娘子 周则勋这才转身 见江承雪坐在地上 赶紧来扶 慢点慢点 哎哟 肚子疼 周则勋不知道怎么办 我给娘子揉揉 不揉不揉 先回去 回到两人的住地 你去找那个老大夫来 就是 给你上药的大夫 你记得吧 周则勋表示记得 起身就扎进躺着的人群 周则勋领着坏嘴老头和村长 匆匆过来 还跟着村长的媳妇 咋了 大妹子 你咋了 沈子 我江江摔了一跤 我 大夫来了 江承雪又觉得 不好跟个老头说这事 便凑到刘氏耳边 肚子疼了一会儿 还流水了 老头说 有事没事 用不用得着我 大妹子摔了动胎气了 你摔什么摔呀 要摔 也得到了景州去摔 现在感觉咋样 江承雪又委屈又无语 这肚子疼了一会儿 现在不疼了 那个 流水这事 他不好意思说 只能求助地看向刘氏 刘氏都老妇女了 对这个就没有啥遮掩 急到 破水了 多忙 不多 感觉不多 不多就行 看着挺稳当 还摔跤 气我呀 生孩子的时候 我也不懂 你多问问刘氏 他过来人懂得多 行了 我回去睡觉了 江承雪想到了什么 赶紧叫住老头 大夫 你那儿有人参没有啊 我是不是吃点人参就好了 他故意这样说 不能让人家怀疑自己有人参 我哪来什么人参 那种金贵东西 跟宰这穷骨头有啥关系啊 那东西年份高的 不用吃 喊条虚 也能吊着一条命了 江承雪殴了一下 听着有点失望 其实是暗喜 没事 我看你没大事 要真有事啊 你哪能这样慢悠悠的说话 那就太好了 不过你这情况 暗里应该卧床休息 尽量不要动态 这逃荒着呢 哪能不动态呀 沈泽 麻烦你们了 等明早看情况吧 三人回去睡了 周泽勋蹲在旁边 一脸焦急担心 没事 睡吧 睡一觉就好了 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 醒得也很早 江承雪告诉村长 他跟周泽勋不随他们走了 反正就要进城了 他们就慢慢走 不着急 村长撕损了一下 点头答应 娘子 没事 我们不着急 只剩两人之后 第一件事 先进空间 挖人参 他小心地扯了一根毛须 放进嘴巴里面 细细抿着 娘子 我也吃 江承雪拔了两根给他 好吃吗 没有吃到 含在嘴里 吸他的汁 江承雪还没说完呢 就看到周泽勋 又在卖力咀嚼 跟嚼萝卜似的 江承雪洗了一把脸 准备离开空间 眼前猛人一亮 栅栏外面 绿油油的一片 水稻长出来了 水稻 水稻 娘子 有米饭吃 对 很快就有米饭吃了 艾萱 走吧 我们快快到景州 到时候啊 给你做好吃的 他抓住周泽勋 一念一转 就出了空间 哎呀 走吧 我们要在天黑前 赶到景州城 江承雪扶着树站起来 却看到那边 远远的有一队人 往这边走来 带他们走近 江承雪便一眼看到了 陈家那头领 这不是傻子两个人吗 陈大哥 你们二人怎么了 我们离开陈大哥的队伍 遇到了王家族人 当晚 相公帮他们驱逐匪人 伤了手臂 所以我又动了胎气 今日就被抛下了 那你们自己努力 反正要到了 说完 招呼充满希望的族人 继续前进 忽然一声尖酸声传来 他震惊 这两人怎么会有人身呢 一手将周泽勋 衣间里面的半截人身 毫出来 周泽勋一把抓住 富人的手腕 富人险些被吓退 大妹子 还不叫你家傻子送手 江承雪低着头 一副 这个家我做不了主的可怜模样 快送手 收到了 快放手 这东西反正也是你们 从哪里偷来的吧 你偷偷给我 我还多给你两个饼子 让所有人都知道 打死你们 大意了 还当这是法治社会呢 这是为了一口粮食 能杀人的世界 周泽勋一把推开女人 我的 救命啊 傻子杀人了 江承雪凑到女人身边 假意搀扶 沈子 东西给你就是 不要闹了 早这样多好 算你有点脑子 这半干人身 已经被这女人看到 这女人想独吞 便只能给她了 咋回事 咋回事 你们想干嘛 哎呀 我看着他们的竹筒子 这么像我家的呀 我就看看 被这傻子推一把 算了算了 我看清了 不是咱家的 陈头领 劳烦你了 不耐烦活的 赶紧死了 好投胎 说败 掉头走了 娘子 她的萝卜 怎么就给那个讨厌的女人了 没事没事 我这里还多着呢 以后给你断鸡吃 赶到锦州城外的时候 城门紧闭 江承雪还看到了 早早就出发的王家村人 以及在他们前面到达的 陈家村人 锦州的小子 你们没死啊 坏嘴的王老头 最先看到他们 嚷嚷着走过来 你们还真是大罗金仙保佑着 命大 江承雪对这老头啊 也是无语了 为什么都到了锦州城外 大家不进去呢 你们不知道 说是锦州城里面 物资匮乏 害怕我们这些难民进城抢夺 祸乱治安 根本不让在城中逗留 要么就直接啊 由牙翼护送着 穿过城池继续赶路 要么就在城外露营 我们是粮食和水都不够了 今天只能住在这里 村长带人进城买了粮食 又买了些水 哎呦我的老天 你们不知道这粮食的价格有多高 大米一斗啊要四十文 笔钱将近高了十文钱 白米一斗三十八文 笔钱高了十几文 你们要是有钱的话 也赶紧买些吧 据说梁家还要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对了 锦城要录影 一个人还要交十文钱 你相公的胳膊 也尽早去找大夫看看 抓两副药 这个时候不能心疼钱 男人的胳膊都没有了 以后你还能指望什么 江承雪的心揪了起来 钱什么的 还不是太大的问题 想想办法就能解决 现在是没有录影 录影是由周泽勋父亲 统一保管的 也就是在找到周家人之前 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城了 沈子 没有录影的话怎么办 没有录影 没有录影 要是想要进城 那就得多交钱 人家交十文 你们就得交五十文 一百文 这个不好说 就看看他们的牙医 怎么收费了 江承雪殴了一声 还有 你们两个想办法 把自己收拾收拾 就假装是附近村镇的 说不准也能蒙混过去 人家不看录影 进城以家子的话 给个五文钱就行了 江承雪谢过刘婶子 又问今天有没有遇到姓周的人家 或者有没有人在找他们二人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江承雪又去问了王村长 结果得到的消息 让人高兴不起来 周泽勋的爹娘 不可能不管这个傻大儿 还有这位出世的孙子的 王家人挽留了二人一起过夜 江承雪就答应下来 其实他到了这里之后 一直都能感觉到 两双不还好意的视线 时不时落在自己身上 是陈家村的夫妻两人 那女人在大傻子身上 得了半根人参 心里一直放不下另外半根 越想越是心痒 一直在找二人落单的机会 江承雪和傻子相公 就和王家族人睡在一起 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夜 天色萌萌亮 就开了城门 王家人昨天就跟官差抱了背 收拾整顿一番 就进城离开了 陈家村的昨天来的晚 准备要在这里停留一天 重新囤积粮食 那陈家的女人 和他贼眉鼠眼的丈夫 在江承雪跟周泽勋的身边 转了一圈又一圈 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半晌 忽然来了一辆马车 从马车上 抬下来两大桶的泊州 难民全都围了上去 江承雪急忙抓了一个小孩 问怎么回事 陈远外加来输州了 只要是难民就能躲一晚 你们快去排队啊 小孩说完 端着窝口的粗碗 钻进人群就找不到了 江承雪又抓了个 正在喝粥的女人问道 大姐 南边的那个庄子 是不是陈远外加的 对啊对啊 大姐饿坏了 看都不看他们 江承雪拉着周泽勋就走 走了小半个时辰 陈远外的马车 就从身边跑了过去 看来粥失完了 江承雪两人脚乘慢 一个时辰才走到庄子 庄子大门上赫然悬挂着三个字 汕水庄 江承雪和周泽勋 先找了一棵树 坐下休息 因为被陈家村的两人 盯得太紧了 早上到现在 两人就喝了水 再来这里的路上 吃了两个生鸡蛋 现在 江承雪拿出自己的小半截人参 咬了一口 吸了一点汁水 递给了周泽勋 周泽勋抱着这人参 吸水了好一会儿 从昨天开始 他就在收集鸡蛋 江承雪提着十枚鸡蛋 去了集市上 这地方还挺大的 路边还有个蹲在那卖鸡的 江承雪过去看了一眼 就一只饿得要死的红毛大公鸡 他身边还放了个空篮子 大叔 你的篮子卖吗 给钱就卖呗 三文钱你拿走 呃 我没有钱 那个 我给你换行不行啊 你拿什么给我换 江承雪蹲下 把衣服摊开 露出里面各大浑原的鸡蛋 大叔 你看 小娘子啊 这篮子就值三个鸡蛋 但是我拿三个鸡蛋干嘛 家里的母鸡都卖光了 咋又攒不起来 要是你再有几个 我这公鸡带篮子都给你如何 江承雪一时一喜 他本来就打算要只公鸡的 哎 有的有的 江承雪掏出三个鸡蛋 放在地上 大叔 你别走啊 我等会儿就来 没一会儿 江承雪就提着篮子回来了 里面装了二十来个鸡蛋 最终 以一只公鸡二十个鸡蛋的价格成交 趁着没人 江承雪把公鸡松了榜 送进了自己的空间 他又到树下和周泽勋会合 江承雪想去铁匠铺试试运气 与周泽勋一起 提着一栏五十二个鸡蛋 来到了铁匠铺 两位需要点什么 两位师傅 我跟我相公想买口锅 我们想问一下 一口铁锅多少钱啊 那得看你买多大的 最大的锅够二十口人吃 那至少得五两银子 小些的有三两多的 四两多的 我就要这么大的 就这么大 多少钱 这至少得二两银子 那个师傅 您看这栏鸡蛋值多少钱 不知道够不够换口锅啊 你们两个来找茬 是不是 买不起 赶紧走 不准休 不准休 他虽然瘦弱 但是比两个铁匠 高出了半个头 气势并不弱 都别嚷 这有啥好嚷嚷的 我儿子是冲了点 但是你这一栏子鸡蛋 距离买口铁锅 还差得太远了 两位 你们到哪里都买不到的 你们要是人少 还不如买口砂锅对付得了 一口两个人吃的砂锅 得多少钱 砂锅不贵 你们两个用的话 也就二三十文 四五十文就差不多了 这一篮子鸡蛋 有五六十个吧 现在鸡蛋一文前一个 买口砂锅 还是绰绰有余的 好吧 江成雪知道古代的铁柜 就是来凑凑热闹 试试运气 转头盯着墙上挂的一些 农作工具 这镰刀多少钱 四十文 给你个开张价格 三十八文 江成雪抿着唇 很是纠结的样子 行行行行 你成心要的话 三十五文 再也不能少了 师傅 你们自家使用铁锅吗 那自然 自己开铁匠铺的 给自己打口铁锅 还是能打起的 那你家里有闲着的 砂锅讨斧吗 咋了 你想买 实不相瞒 我们身上 总共就这些鸡蛋了 刚才老师傅说 买新的至少二三十文 这不是不够吗 还不如买口旧的姜就用呢 爹 娘那会儿 不是有个煎药的砂锅吗 不如就卖给他们吧 可以的可以的 老铁匠点了点头 这砂锅比江成雪 想的要大要重 今天已经很赚了 在这个集市 换了一个篮子 一只公鸡 一把镰刀 一口二手锅 回到锦州城 已经是下午 刚坐下 就看到陈家那两口子 走了过来 呀 你们去哪里了呀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 女人堆着一脸怪异的笑容 江成雪看了他一眼 又看看城门边的侍卫 官柴大人看着呢 大神 你们还想做什么 两人回头看了一下城门 相互看了看 露出一个 夫妻两人才心知肚明的微笑 两人离开以后 江成雪让周泽勋守着自己 他钻进空间 垒了个简易的炉灶 又将砂锅里里外外洗了三遍 这砂锅的确有股淡淡的草药味 架好锅 把洗好的十来个鸡蛋放进了砂锅 想要烧火的时候发现 没有生活工具 江成雪只好又从空间出来 想跟谁借一下 谁知道 人家道不是不愿意借 但是要跟着过来看着 生怕他用了就不还了 他的目光 渐渐落在了巡逻的官差身上 当着姓牛的和姓钱的一组官差 从自己身边路过的时候 江成雪赶紧起身 叫了一声 官爷 什么事情 走过去没有说话 将袖子里的人身晾了一下 你想做什么 两位官爷大哥 我想求你们一件事 江成雪先将自己和相公 这一路的经历 简单讲了一下 然后一脸无奈的说 我相公的胳膊 一直耽误着不是办法 我身上的又没有足够的银两 这人身啊 是我们逃荒路上机缘巧合得来的 现在拿出来 也是万不得已 这东西 从没有孩子爹重要 对吧 那当然 当家的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没了 你跟你孩子还指望啥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想请两位大哥帮忙 嫌个方便 你们带我们进城去看大夫 正好把这人身卖了 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但是收益的四分之一 归您二位 可以不 主要是我丈夫的伤害要治 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呀 也要花钱 否则的话 我还能多孝敬二位一点 两个观察眼睛亮了 一根人身再不济 也得好几十两银子吧 这事可以 但得说好 不准反悔 啊 绝不反悔 还有 这事情只能跟我们两个说 不许叫别人知道 懂吗 啊 哎 大哥 我观察半天了 觉得你二人 和我跟相公的演员 所以才找到你们 我们穷人家呀 身上带贵重东西也很害怕的 就怕被人惦记 不敢跟别人说 你们先等等 我们到关城门时 才下班 到时候来找你们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不要乱跑 啊 那大哥你们千万别忘记我们啊 哦 还有 那边陈家村里 有人盯着我们呢 我这么着急 是把他们今晚要抢 两人听了警铃大作 问清是谁图摸不轨后 便离开了 江承雪看到两人去了 陈家人那边 也不知道找了什么借口 将那坏人夫妻两个踹了几脚 现在城门关得早 两个官差过来 叫江承雪和周泽勋跟上 小娘子 你这相公 这脑袋是不是 是啊 钱大哥您看出来了 我相公小时候啊 摔了一跤就这样了 但是人是很好的人 对我很好的 走到包子铺的时候 那香味飘出来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 一口都没吃呢 两个官差一听 赶紧去买了十个菜包子 花了二十文 反正这俩人手里有人身 不怕亏 包子吃完的时候 四个人来到城里面 最大的药房 寄人堂门前 二位大哥 我们对这价格不懂 您二人帮忙看着价呀 你放心 咱哥俩王药方一战呢 就算他们多少 还得给这两身 提一个面子不是 不能亏 掌柜姓梁 梁掌柜一出来 先看到两位官差 拱了拱手 两位官爷 怎么有空到我这里 梁掌柜 我这不是给你送药材来了吗 这俩人跟我哥俩有缘 说是要买人参 我们直接带你这里来了 梁老板你看看 给估个价 谁说好呀 不能坑人家 那怎么敢 我梁某人 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做生意的 听了官差的话 赶紧把人身拿起来 仔细观看 不错不错呀 两位想要个什么价钱 他们懂什么 你看着给个合适的价钱 你赶紧给个价吧 人家还等着让你强商呢 五十 五十两怎样 梁掌柜 你可别消遣我们了 这东西 就是穷人买不起 富人买不到的东西 你今天低价一收啊 传到还不知道 几倍价钱往外卖呢 给个成心价 你看人家多不容易啊 相公伤了胳膊 娘子又挺个大肚子 你不可怜他们 也总得给我和钱哥一个面子吧 能给给 不能给 我们换一家看看 别别别别别 我再瞧一眼 六十两银子 真没法高了 真的官爷 这价格真的不低了 你们也知道 这锦州城 就属我家十里强 这个价格别的药房给不起 小娘子 你觉得呢 那就六十两吧 两掌柜赶紧拿出 十两一定的银子六枚 江承雪先将五枚银子收起来 转头叫两位官差等等 哎 大夫 麻烦你帮忙看看我丈夫这个伤 梁掌柜得了宝贝 对病患的态度也很好 亲自解开缠绕的布袋 江承雪看到呢 黑黄红的可怖伤口 胃里一阵翻涌 差点吐出来 急忙到外面站了一会儿 听到里面传出 周泽勋隐忍的哼唧声 江承雪站在门口 没敢进去 一直等到周泽勋没声音了 他才抬腿进了门 大夫 这 这 割肉了 蓝肉割掉了 没办法 只有割掉才能长腥肉 你这相公虽然脑袋不好 但却是一条汉子呀 哎我的天 那 这伤要多久才好啊 难说 看情况 养得好 十天半个月 养得不好 那就难说 说完就给江承雪交代病患饮食 这药每天要换一次 你看你自己换呢 还是到医馆来 我给他换 哦 你换你换 这治疗花了一两二千银子 穷人真是看不起病啊 四个人找了个没人的巷子 把钱分了 那周家兄弟 周家娘子 我们就到此告别吧 哎 梁木大哥 不要着急嘛 嗯 帮人帮到底 你们把我们送到客栈吧 哦 帮我们开间房 这没有录影 是不是开房也困难 那倒没有 不过 也顺路送送你们吧 按照江承雪的要求 选了家便宜客栈 今天啊 两位大哥帮了大忙了 本来说请两位大哥吃饭的 但是 我相公痛得厉害 不如明天吧 明天两位大哥 还在城外支手巡逻吗 对对 明天也在城外 两人乐呵呵的走了 真是捡到宝了呀 江承雪想拉着周泽勋去买东西 但他又没有衣服 江承雪让周泽勋在房间等着 自己忙去成衣店 为两人各买了两套成衣 回客栈以后 两人从里到外都换了崭新的 两人赶紧上街 去买一点必要的东西 周泽勋把风 江承雪无声无息的 就把东西放进了空间去 江承雪猛的响起 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买 紧赶慢赶的来到了体健铺 二位怎么又来了呀 我买把菜刀 哦买菜刀啊 有的有的 要说别的我打不好 我菜刀那是打得最好的 菜刀以250文成交 两人快快回了客栈 你二位吃过了 老板打量二人 觉得这两人有点意思 这折腾了半个下午 整个大变样了 吃过了 你们有啥需要直接给我们讲 这用水不方便 你们又不方便 我们帮你们打水 收费便宜 我们这里以前也供饭食酒水 现在饭食不做了 酒水汗油 你们需要可以便宜卖给你们 江承雪停下脚步 他倒没有喝酒的嗜好 不过今天没有买到料酒 这个客栈很低端 一摊酒一百文 度数不高 江承雪买了一摊黄酒 叫小儿帮忙搬上楼 两人钻进空间 用打火时生了火 将一大块肉 切成了不那么大的四分之一大 丢进砂锅 肉味慢慢飘散 两人坐在凳子上 又幸福又激动的 等肉煮熟 一直炖了半个多时辰 周泽勋再也等不及了 把火压了压 一人挑了拳头 那么大的肉 一边吹着一边吃 真香啊 人世间怎么会有 这样的美味呢 吃着吃着 周泽勋忽然呜呜哭了起来 阿萱 你怎么哭了 爹娘 弟弟妹妹 没肉吃 我自己吃这么大块 阿萱 你吃啊 找到爹娘了 他们也能吃这么多肉呢 江成雪是计划好先煮肉 然后给周泽勋煎药 洗锅的时候 发现一层油腻死活洗不掉 熬煮中药 能不能碰油腥啊 哎呀 这到底能碰还是不能碰啊 啊 能不能碰啊 哎呀 好想多年 锅碗勉勉强强洗了一下 帮周泽勋洗了手以后 两人便出了空间 江成雪下楼找老板 想问老板借一个砂锅 借砂锅做什么 你要装东西 装东西盆桶不是更好吗 哦 我就是想问老板借砂锅 砂锅温水 我相关有点发烧 我拿温水给他擦擦汗 行 收你五文 不是我们黑钱 是现在水贵 大老远去挑回来的 没有沾油腥吧 没有没有没有 肯定没有 很快 伙计就把一砂锅的热水端了上来 大夫给开了三天的药 一鼓作气 叫周泽勋 把三天的药都煎了 药就放在木屋里面 又不会坏 从空间出来以后 两人都累了 屋里只有一张床 娘子 睡觉 床铺倒是很宽 但是江成雪怎么啃呢 心里尴尬 赶紧去阻止周泽勋 上他下去找店小二 要两床棉被 没过一会儿 店小二就扛着两床棉被上来了 干了几年小二 他还没听说过 大夏天要棉被的 相关受伤了 怕冷 要盖两床 什么怕冷 肾虚吧 随便你们 伙计一走 江成雪就将一床被子 扑在地上当褥子 又将另外一床放在上面 阿絮 你晚上睡在这里吧 我睡床 周泽勋并没有反对 反倒猛地凑到江成雪的身边 对着他的脸庞亲了一下 娘子真好 阿絮 我跟你说 以后不能亲我 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你 没有为什么 快睡觉吧 等以后咱俩和离了 你再去亲你老婆吧 我